请收看 维新世界九九法会 义公立人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伟师年九九法会 义公立人天 我们现在来访问师兄 师兄请你怎么介绍一下 好吗 好 我姓赖 明科医 到巴德道场已经两年多了 现在是本来是初级时班 现在已经上届了 第20届 在这段期间 虽然没有很用功的在学习 但是多少听我们言评法师的讲解 上课也有一点心得概念 也多少都有学一点说 要房子看要怎么陠续闪那些 毕… 毕击… 毕击… 毕击…毕凶 毕凶… 有了 很多 上电视非常紧张 不過沒有關係,你現在已經是進入了正期班 那當然正期班要學的還更多啊 師傅說這如果沒有正期班還要學二十幾年 永遠沒有畢業的時候 不過我們今天在這裡來訪問師兄 就是你今天是來當義工 你是做什麼樣的義工 端菜啊,幫忙在這邊把菜擺在桌上 這你以前做到嗎? 我第一次來當志工 第一次端菜,第一次收碗盤,要洗盤子嗎? 收碗盤我們師姐他們在做 我們是分配在現場 負責把菜端在桌上擺好 還有收起來這樣 所以你來做這裡的工作,你的關係嗎? 大家一起做分擔 大家都在做這樣,不會很累 大家就覺得做得蠻愉快的 我們知道就是說每次的一個週年 就是週年到場都有法會嗎? 你有去做義工嗎? 法會? 目前我好像,這次來是第二次 第二次,但是做志工好像是第一次 我印象是第一次 其他道場就是我們本身道場那時候 電機典禮,我們有去幫忙 那次也有去,在巴德道場 今天我們巴德道場總共來了多少位師兄師姐來這裡做義工 你可以給他算一下嗎? 十幾個有吧 十幾個? 是是 巴德道場不只喔 巴德道場聽師兄講說有二三十位 是,這個才是正確的消息 是二三十位,有原品法師帶過來的 做法工會很辛苦嗎? 不會 新手來這裡聽師父講經就對了 對對對 是是 所以希望這次來做我們的九九法會的義工 能夠有更多的心得 以後我們有很多法務的工作 師兄可以盡你的全力來布施你的時間好不好? 可以 謝謝你,感恩,謝謝,祝福你 現在我們請師兄來自我介紹 師兄你好 你好,師姐好 各位觀眾好 我是,我姓陳明辛昌 我是來自桃園復興鄉 我是正旗第十九屆 是是 正旗十九屆這樣算一算多久了? 三年多了 三年多 那對我們專門的這些法會的活動 你參加過哪一些了? 每年的水陸大法會也參加好幾次 還有我們林口的這個祭祀大典 以及其他的法會都有參加 是是是是 那這一次我們的那個 今年的王產老祖聖誕法會 你應該也有當過義工吧? 有 做哪一方面的義工? 一般我們就是八德道場是負責這個超渡啦 這些單據的這個寫作啦 我們協助 還有這些三寶石啦 的書寫 我們協助他們這樣 還有就是普舟的方面我們也都有在做這樣 是 但是這一次喜蘭第三次的這個九九法會嘛 是是 那你應該我們沒有這些外面的這麼忙的一個普舟 但是你是要打菜是不是? 是 對我們是就是共品的擺設啦齁 就運送這樣 從這個底下的運送過來 那我們要一週一週的來擺設這樣 是是是 那今天早上大概要幾點出門 因為是在桃園嘛 對 來到這裡大概要多久? 大概要兩個半小時 我大概三點 三點就要起床了 三點半的出發 要這麼早來? 對啊 他說六點就一定要到了 是是 對 來的時候第一樣工作你是做什麼? 第一樣工作就是報道啊 報道然後那個我們有指揮的師兄會引導我們時候要做哪些工作分配這樣 是是是 對 會先帶你們到處看看說等一下你要做什麼做什麼 對對對 是是 那這些工作輕鬆還是會覺得累? 不會啦 就是我們感興趣做感興趣 是是是 那你現在有在上班嗎? 沒有我是從事農業 我去做這個 我在那附近鄉上面那邊做一個立竹筍的栽培 做一個立竹筍 採取立竹筍 立竹筍的栽培 喔是喔 是是 那這個行業會很辛苦嗎? 一般來講是蠻辛苦的 但是習慣就好了 是 這做多久了? 做很久 我們是從小就這樣做 是是是 現在立竹筍的價錢非常的好 現在已經結束了 是 結束了 所以你是有季節的就對了 季節 那這一季剛好你休息 所以來做義工 剛好我們一般來講到中秋節以後就開始就休息了 就是那個寒露過了之後就我們就開始休息了 那時候已經結束了 是是是 所以你可以專心來參加這一次非常殊勝的十年一次的九九法會 那你來參加以後的心得怎麼樣? 感到很殊勝 非常 因為來當志工 我感覺到說 剛才說我懷疑做 感恩是 我來做大家師兄弟在一起這樣來 共同一起來努力做 感恩也很開心 是是是 好 所以很高興今天師兄能在 九九侯爺的義工來接受我們訪問 也祝福你 感恩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要來請請這一位挖土雞的師兄來自我介紹一下 師兄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是巴德道場的血緣 我是十八屆的 我姓盧 名字叫盧詠蘭 盧師兄 知道說過去的微信正道也幫你訪問過 那幾次看到師兄這樣子 這樣可愛可愛的 但是好像很忙 那你在做挖土雞 這個行業做多久了 嗯 差不多三十年了 喔是喔 那現在還在做嗎 有啊有啊 現在幾乎做 對啊 應該阿叔說 如果有事情要做就要盡量做 剛才發會我也來參加 是喔是是 所以你說發會 你今天就是第一次來還是第幾次 很多次 喔已經很多次來當義工了 對啊 是 你以前做夢多久了 五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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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參加過我們幾百年的水料發揮 不記得了 這麼多次 這麼多次了 不過我每一家來做義工 都得到老子的加持很多 你舉個例子好不好 就是我以前手有受傷嘛 經過老子慢慢調教 現在手都比較好一點了 是 上次有看你的手已經好很多了 對 已經看不出來是什麼問題了 對啊對啊 喔 那就是這五行的力量不可思議 是 啊你這次是怎麼受傷 叫我的機器弄到了 喔 喔 所以現在來這裡做義工 你看你說五年嘛 最起碼最早也參加過我們五次的 我們的老子聖誕法會 對 這個義工嘛 所有義工 所有法會什麼義工我都有參加 是 就是說只要是有 我們要需要二天的地方 尤其是這麼大的發揮 你的工作都放了 就快要做二天 對 人家說有師就有得 啊對 啊 不過你這樣工作會彈下去 會彈下去 會彈下去沒有時間嗎 沒有錢 我彈下去而已 喔是是是 但是你不是好彈你來做了 會很快樂嗎 有啊有啊 就是五行的力量給我 帶來很多幸福和快樂 不會因為說 我跟工作彈下去 我沒有賺錢 做到好像沒什麼錢 會不會 不會 錢是孫外之物啊 可是我們的靈性要提高才有用啊 是 師父他常常講說 要修身修身啊 怎樣 對 我來這裡 中門五年 有很多很多那個 都一下子也沒辦法講清楚啦 是是是 就是希望大家齁 有空來我們中門寫藝經 你就知道 集中奧妙在哪裡 是 那你會得到很多的啟示 是是 在家庭啦 事業啦 或工作都會很順心 是 很如意這樣 師兄 我們的挖土雞的盧師兄 進步好多 也就這個機會 給我們大家說 大家來學藝經 真的非常的好 是是是 不過就是在說 你這邊來是做什麼 你幾天的工作 我來這裡是 負責那個 那個 那個爐香跟 然後長江端 互相 互相要做什麼 有剪香 還有香 要點 是是是 喔 那就是要直接開 那個就對了 那看香 不要再遲到 就是看我們這個內壇 看起來說 哦 一看就是這麼空洩 其實我們既然內壇,我們點香要點17柱的香 只有這樣走過,所有的坦誠的神佛都拜拜 你也是要花一點時間 不會啦,不會很快 所以今天來這裡做的一天 會不會的師兄,你再放下你的挖土雞的工作 把時間布施出來 希望你越來越好,身體越來越健康好不好 謝謝,感恩 九九法會,義工立人天 我們今天很難等,我們遇到了徐博士 也就是我們的元廷法師 元廷法師,你好 你好,師姐,你好 元廷法師,你今天是來當義工的嗎? 是的,我今天是來這邊輪植香乳的工作 師傅直接指派我們這些法師 每個人在九九法會裡面 要來有三次來這邊植香乳 今天是我第二次來 植香乳的意思是? 就是等於說我們帶領大家來拜佛 來跟著法師的指示,來拜佛送經 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殊勝的一個姻緣 能有機會到我們這個中門 參加這樣的一個佛教的一個聖事 辦了這樣的一個九九法會 我們希望有人的信眾 大家都能夠到禪吉山仙佛寺 到這邊來領受這個法藝 是 所以我在想,徐博士,你到我們中門多久的時間了 十二年,十三年有了 十二年,十三年 那你有碰過幾次我們的九九法會 九九法會我大概從第一次開始就參加 第一次開始就參加 那那時候你是做什麼樣的工作? 也是一樣到這邊來拜,來禮佛 是 那因為我家是住在桃園 所以大概一趟路也蠻遠的 像今天的話我就要特別要請兩天的假 因為我眼睛不好,所以晚上不敢開車 所以我一定只能白天開車 所以現在徐博士,原田法師都還在上班嗎? 還在上班 是,是公家機構嗎? 我在中科院 所以因為是博士,所以從事一些研究的工作就對了 是的 哦,是是是 所以博士不要太用功啊,眼睛要顧好啊 謝謝 不過你來這邊指手爐的話 我相信我們這裡的諸佛菩薩給你加持 讓你這樣越來越好 能夠為大眾做更多的事,研究更多的東西 謝謝 這個是老祖的一個加持 那我們希望到這邊來,來領受華裔 讓我們的身心靈都能夠一起參加共修 是是是 所以這一次來,你說指手爐 以前我們是在3月26號,我們的王殘老祖聖誕的時候 你都做什麼樣的法工的職務 來這邊的話,做為義工 那做為義工的話大概就是 因為那個所謂的水陸法會 因為那是非常大的一個法會 內壇、外壇等等那些普通事情很多 那就是師傅指示或者師兄負責的指示 我們就去做 不管只是什麼,我們就做什麼 這個工作不要挑 能做,現在身體還好可以做 就是一個福報 對對對 所以其實中門的這些義工的工作 我們的師兄師姐,據我這樣訪問 他們都從來不挑 說有什麼,我們就來做什麼 做得開心就好了 你要去吃飯嗎? 沒有 真的嗎? 這都是很好的事情 能夠供養別人的話 那未來的事呢 你就會有很多,如果不稍微加持你供養你 是 所以你看看我們中門這麼大 那學員弟子有這麼多 師父以及我們的老祖師尊 有這麼的慈悲 讓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修行我們功德的機會 來參加我們這次的九九法會 鬼四年的九九法會 你覺得你有什麼樣的心得 可以來分享給我們大家的嗎? 第一個,這個法會是佛教裡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人累劫以來 從這一次,前一次,再前一次,累劫以來 事實上我們都會做無形中 做很多很多不對的事情 然後這個法會讓我們有這個機會來懺悔 然後為了懺悔還能消除累劫的這些業障 所以來這邊參加九九法會 我們不只我們自己來 跟著我們來的還有我們的祖先 我們的九賢七祖 最好能夠把我們的願心在祖都一起請到這邊來 那我們請諸佛無上來做這樣一個超度 這樣子的話呢,可以共立人天,明陽良立 那大家能夠把這個累劫所結的業 所結的不好的這些關係 能夠把它清除掉的話 我們這一次或未來的一次才有機會成活 是,就曾如師父給我們開始 那雲廷法師他也提到了 今天是為了敏陽良立,共立人天 我們所有的法會都需要很多的義工 而這些義工們都不是不辭辛苦的 放下家裡的工作,放下自己本身的工作 大家集合力量為力量 為我們中門這一次的九九法會 都能夠給他圓滿 這是非常殊勝的 今天我們也很高興 就是我們的元廷法師我們徐博士 也是請假兩天來參加義工的工作 阿彌陀佛,謝謝你,祝佛你,感恩 感恩,謝謝,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各位師兄師姐,大家好 鬼四年九九法會 我們現在邀請我們這位師姐 來幫我們自我介紹一下 師姐,你好,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我是巴德道場 我叫李陀佛 你師姐在中門多久了? 進入第三年 進入第三年喔? 你以前過去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做問 或是有社會,你是怎樣做義工去嗎? 看電視 喔,是喔 進了三年了,那你今天是來當義工嘛 你今天是做什麼樣的工作? 什麼都做 譬如你做過哪幾樣? 就是斷菜啦,收菜啦 是 就是那個師兄有交代的 我們都給他做,洗碗那些的 洗碗也做 所以就是說,沒有寒定做什麼樣的工作 有什麼就叫他來做 那當然就是說,你要來這一次 就是我們原品法是帶隊 在我們的巴德道場 要過來的時候 有跟你們分配做什麼工作? 還是有交代什麼讓你們做事情會比較順的? 嗯,我們就是來這邊,有師兄給我們分配工作 那這位師兄是我們道場的師兄嗎? 是,是這邊的 先貨師的,這邊的師兄 是,你們一下子就集合起來先講 他都怎麼講?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讓我們知道嗎? 他就是說,某些人做什麼就是固定的 這樣工作起來才不會亂掉 比較有條有理 那你分配到第一樣的工作,你做什麼? 我第一樣是,就是端那個端菜 就是那個譜桌的菜 就是這些譜桌的貢桌 對,要收啊,那個譜完了我們再把它收回來 我看你們在收都很快 為什麼會有這麼快? 大家分工合作 但是有特別訓練嗎? 沒有 來來這邊就是大家分工合作嘛 這樣做起來大家都很圓融這樣 是 我看有人把這些車載來齁 東西一行車都搬下來 你也是都這樣嗎? 對啊,就是跟著一個口令一個動作這樣做 所以我看你做到這樣說得這麼歡喜心 我就知道你是做得很快樂 對啊 你有在上班嗎? 我沒有,我是在做服務業 服務業啊 服務業才一定要多布施一點更多的時間 對啊,就是有空我就回來 我是 你做什麼樣的服務業? 我是做腳踏車出租 腳踏車出租,很好啊 現在腳踏車這是一種運動嘛 所以說你要做腳踏車出租 然後來做這個服務業 多服務大眾生意就越好 對,應該是這樣 所以今天謝謝師姐接受我們訪問 祝你的服務業的工作越做越順心好不好 謝謝你,感恩 謝謝師姐,阿彌陀佛 各位師兄、師姐,大家好 我們現在再來訪問我們這位師兄 我們先請師兄來自我介紹一下 師兄你好,阿彌陀佛 你好,阿彌陀佛 我叫張勇,是巴德道場投奔教師的學員 他多久啊? 七年了 七年那是第幾屆啦? 十四屆 十四屆啊 你今天是來當義工的? 對對,今天來當義工 做什麼工作? 就端那個工品嘛 那什麼都可以做 可是師兄,我有看你這邊有開刀耶 你這是開什麼刀? 心臟半膜開刀 心臟半膜開刀 這個可是還沒好吧? 應該是在復原中 可是今天你又安排義工會吃力嗎? 應該不會 我上個月有來過一次 對 我開刀到一個多月我就開始工作 沒辦法 客戶要求 因為我是專門做機械 做茶葉機械 什麼機械? 茶葉機械 茶葉也要機械 茶葉的機械都是怎麼樣去運作? 很多種啊 這個是阿里山客戶他要求電 我說我沒辦法做 他說一定要我的東西 也是做給他 是是 不過你剛剛說還好 因為有老祖這麼慈悲的加持 讓你這個傷口 開刀也樹膩敷衍演得很快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嗯 怎麼講? 其實要開刀之前 有到巴德大神求老祖嘛 老師加帶過來求老祖加持 然後老師又發煞 開刀之前 心裡一直在默念求老祖加持 然後交給老祖 開刀十個小時出來 到目前為止都是很順利 沒有什麼問題發生 所以很感恩老祖 是 這個大刀要開十個小時 十個小時 對呀 就是半磨受傷 本來說要醫生說要換 結果開刀出來醫生都不用換 修理修補就好 結果就沒有換 是 做機器的都知道 機器故障了 有些可以淘汰的 要換新的 有些可以修理的 所以還好 你也達到了修理的目的 那當然我們要感恩老祖 慈悲的加持 是啊 真的很感恩老祖 我們如辣中文以後到現在 就真的不管什麼時候 一直都是對老祖的一個信任 那你現在這樣子開刀 可以活動到什麼樣的地步 嗯 自己稍微節制 太重的東西不要拿 目前是醫生交了半年的 那個修復期了 那就自己要控制著 是是 還好啦 能夠 所以你現在來端這個碗盤啊 做這些工作 應該還可以吧 沒問題沒問題 還可以還可以 不錯不錯 你已經說舊舊法會已經來了第二次了 對對對 那希望就是說 您不要太勞累 但是我相信我們老祖的慈悲 一定會加持 讓師兄的這些 這個心臟 蹦蹦蹦蹦 有力的跳 是是是是 所以今天謝謝你繼續訪問 也祝福你感恩 謝謝 謝謝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請看 不要太勞累了 請我給拜 為止 為止 是 這是 怎麼會 請你 一前 有病 我人 做 有病 7 有病 有病 请收看 维新世界九九法会 义公立人天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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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 我们现在要请我们的义工师兄来自我介绍一下 师兄你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自我介绍,我是姓彭 彭苑田 是在巴的头份教室 读多久了 读差不多四年了 十八戒的 十八戒了,太好了 你知道我刚刚为什么说师兄弟一定在这馋 你知道吗 因为皮肤晒得黑黑的 然后又长太阳斑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在山上砍树木 还有砍竹子 以前是做水泥 做风水 土地公庙 工厅那些都做 可是你现在砍树木 砍竹子 那一定要有许可才可以砍 要申请 一定要现政府申请 所以你们在砍的都是 什么原因这棵树要被砍下来的 反正就久了嘛 木砍它也有枯死 或者是台风来的时候摇晃 它地基会危险 比容易松动 这样子 那是属于私人的 还是 一般都是私人地 他们要求要砍 我们就去砍 这样子 摇到东西 要稍微把油砍掉 所以我看过就是有一些台风 那个树枝太大了 所以走过去那边不小心 刚好凑巧都掉下来打到头了 所以那个真的是要稍微把它调整一下 那你说入中门快四年了吗 这四年来你有参加过什么样的法会的义工 每次都来参加 这个义工都有来 是 还有 老祖圣诞有来吗 都有来 是 那老祖圣诞 我像你体型这么好 你都做什么 我来这里 大阿玛祖 还有每个月都有来打扫极乐店 每个月都打扫哪里 极乐店 极乐店啊 真的喔 每个月都要来打扫吗 都有 是是是 每个月都有 那从我们巴德道场来多少人来打扫 都是有十几个 都是有十几个 是是是 头粪跟巴德 都有 所以就是要放下工作 放下工作 然后就来打扫 固定都要来 是 那这一次我们九九法会 这义工你是来做什么工作的 嗯 那个法师派到我们做什么 我们都在做 哦 是是是 所以你要看着我们的朋友讲话 大家来认识你啦 对啊 对 所以你来做这么多的义工的工作 你有什么样的心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感觉都很好啊 像我工作以前 每次做完一个工作 要去承包 像比如说山上砍柱子啦 都接不上 嗯嗯 我们参加这边读过这边的书 嗯哼 每次都不用找了 哦是 它自动人家找上门 哦是哦 很灵验哦 你觉得这个灵验的地方是 很多 是什么原因 还有还有很多像我们原本原本法师啊 他帮我改那个家里的 以前不如法的祖先那些啊 还有房子哪个地方摆不对啦 改了 现在没有儿子那些 通通都很顺利 哦是是 所以你来学这个风水啊 对你的工作 对家庭帮助最大的地方 嗯 都有一千 我们祖先那个牌位 搬到楼上也不如法 搬到楼下也不如法 哈哈 后来我就没办法了 搬上搬下 是 后来就请我们的老师原品法师 原品法师 后来他帮我通通改过 哦太好了 一改 工作也不用找了 自然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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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有非常的顺利 是是 我希望大家都来学医经最好 是是是 所以借着我们舅舅 华会义工利人天 刚刚好师兄这个正道 也告诉我们说 学医经的好处太多了 一改工作自然来找你 你不用去找了 但是呢就是说 这个小商啊 要注意一下啦 皮肉商 皮肉商 对啊这一次来做 也是端菜吗 端菜都有 都有 都有 但是拍到我们来 切哪个地方切 我们都帮忙做这样 是是是 所以很好 在我们九九法会 全省的道场 这三十几个道场 阿嘎教室 我们都有分批 来这边当义工 那每一位做义工的师兄师姐 大家都是很欢喜心 所以今天谢谢您接受访问 祝福你啊 祝你越来越顺 阿弥陀佛 感恩感恩 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 我们现在呢 一样邀请我们这位师姐 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师姐你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是八的大厂余毅真 我是十八戒的 是 我们现在中门 有很多新近的人员 都越来越漂亮 而且也越来越年轻 像你知道美美的 谢谢 年轻的时候一定很多人说 你长得很漂亮 对不对 一样 好谢谢 为什么你会想进中门来呢 我对武术这一方面 我很有兴趣 当初我不是为了 不是说为了修行这一方面 而进来的 结果走进了中门以后 才知道说修行对我们的帮助 然后就跟着我们的法师 然后开始初一十五诵经 然后就很感动 然后后来又来参加法会 然后就觉得真的我们的中门 非常的殊胜 所以你今天来当我们舅舅法会的义工 都做什么事啊 我就是 除了供佛以外 我们就会跟着诵经 然后我还有录运回去 那像我们法师 他平常都会教我们 就是 法器的部分 他也都有教 然后就是 诵经的部分 也都是 又特别另外时间来教我们 是 是 谢谢 我们知道原品法师 其实在跟师父学修 已经很久时间 而且非常的精进 学得非常的好啊 所以交出来的这些学员弟子 真的不简单耶 那当然你现在已经是上届了嘛 对 是八届嘛 对 那告诉我今天来当这些法工 你本身有在工作吗 有 做什么工作 我是做服务业 然后就是 就是 因为时间比较弹性 所以就是 专程来这里 参加这个法会 那像 就是我们 王产老祖圣诞的时候 我们也都会来参加 就是一样 都是来五天 或者是来三天 对 都会来参加职工 做服务业 把工作放下 然后来当义工 那这样子 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 不会 反而 我觉得回去以后 更 可以更 结更多的善缘 是 对 这句话非常的对 结善缘真的非常的重要 其实如果在外面那么忙碌 结的都是二缘 我想那是真的太辛苦了 那跟我们老祖师尊 跟师父委员禅师 一直在 让我们这些学员弟子 大家诵经 然后让我们的内心 可以更有放光明 所结的就是为了就是要结善缘 那这一次来当法工 今天晚上大概几点要回到家 没关系 因为我有跟家里讲过了 所以就无所谓啦 因为没关系 反正就是整个工 就是整个法 就是今天的志工结束才要走 是是是 所以我们谢谢师姐 在我们的九九法会啊 这么样的付出 把你的时间都付出出来了 谢谢你啊 感恩 阿弥陀佛 谢谢 九九法会每十年一次 今年刚好迈入了第三次的九九法会 也就是迈入了第三十年了 所以说今年鬼四年九九法会 有很多义工呢 都来参加我们的义工的工作 把时间布施出来 现在呢 我们请这一位义工师兄 来自我介绍一下 师兄你好 阿弥陀佛 你好 你好 我是彰化初级班十三班的学院 我姓蔡 蔡师傅 我家住彰化市 谢谢 你是初级十三班 蔡师傅啊 是 天是良远是福气的福 我以为你名字起得这么好就是蔡师傅勒 那请问蔡师兄你有在上班吗 有 总是汽车销售业务 是 可是那你今天来当义工的话 你是不是要把时间 把请教或者是把工作先割下来了 对 请假 请假 对 那初级十三班进了我们中门多久了 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有参加过老祖圣诞法会吗 有 其实录这个中门也是因缘忌讳啦 那个是因为我们一位占 我的车主 是我之前卖给他那个车主 是我们占师傅 有他 有他来带录我到这个中门里面 其实 来到这边的话 像师傅有常常在讲的 能不能达到心安啦 只是说 要达到心安也不简单啦 只是说这个 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要自己再慢慢的去体会啦 就像今天师傅有在讲 就是 有时候要多送一点金啦 是是是 你这样说我倒很好奇 因为我知道你今天是来在我们的九九法会当义工吧 可是你进入中门一年多 你觉得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心安的境界 就像最基本的 每次上课一定要到嘛 再来就是 有老师交代的 像一些要念金的话 自己就是 早上起来的时候 尽量早起 就做一些早课嘛 让自己尽量能平静一点 然后就是 可以做 有做志工的机会的话就来参加 让自己多做一些功德啦 我们自己能做的就尽量去做一些布施这样子 是 不晓得师兄有没有这个感觉 因为我也是从不懂进入到中门来 我虽然有13年的时间 可是我总觉得进入中门就是很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就会觉得说好像真的 心越来越安定 越来越平静 好像琐碎的事情就变少了 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这样子 嗯 当然我才进来一年多了 就是之前就是琐碎的事情 烦恼的事情也蛮多的 但是就是要自我感觉 要尽量自己去提升嘛 就是要去像师傅今天讲的要去体会 然后尽量多年一点啦 这是我目前所体会到的 有时候就可以来当一下志工 欢迎大家来当志工 是的非常的好 所以像你今天来当我们九九法会的志工 你分配到什么工作 那你觉得你做志工的心得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原来是要做那个 护法就是端盘或什么的 我比较不了解 只是说来这边就是让自己的身体 劳动一下来参加这么庄严的法会 就是要让自己的心平静一点嘛 最主要的话就是说实在就是让自己的家庭 很平安啊 那子女在外面的话读书啦 或什么的话都非常的顺遂 家人平安还有自己的工作也是非常的顺利 这主要是这样子啦 是 我们的这九九法会的义工 因为有99天 所以都是有个分室道场 或者是教室呢 把这些学员来做分配喔 那当然很殊胜的大家分配到的时候 应该大家的心里都充满欢喜心 师兄应该也是啦 很期待这一天耶 是是是 那可是你们是照分配吗还是 对对对 照分配的就是班长分发下来一些工作 我们就去做这样子 是是是是 所以今天很高兴师兄 你可以分享你来当义工的心得 也分享你说进了中门喔 你觉得心里比较安心了 也祝福你 往后在我们的中门的学修路上呢 也可以越来越顺利祝福你啦 感恩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鬼四年九九法会义工离人天 义工的辛苦喔 从早上一大早就要出门 然后呢到晚上才回家 但是呢我看他们充满了欢喜心 现在我们就来请我们这一位师兄 他来自我介绍一下 师兄你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大家好 我是彰化十三班 初级的十三班 我姓赵叫赵正义 大家好 初级十三班啦 那进入中门多久啦 到今年刚好 现在刚好一年 刚好满整一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你以前你在做啥 阿什么样的营免 你去买我们做的 我是做中药 开中药店 就一个营免喔 看到我们的电视 觉得还蛮不错的 所以刚好在我们彰化 有这个班 我就说 试试看啦 有没有这个因缘 结果还蛮不错的 是是是 所以在你之前的话 有送过经吗 很少送 之前我们做中药的时候 也会学到这个疫经 就是疫经的医药的方面 但是像这个风水这方面 我们还没学过 所以想再精进一点 是是是 所以其实你说开中药店喔 其实中药中医呀 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疫经 也很有直接的关系 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 有啊 真的有感觉 所以才会有 有那个再精进一点的心 来进入我们这个场 是是是 这中药你做多久了 我做三十年了 蛤 可是你看起来很年轻耶 哈哈哈哈 做三十年了 那我希望就是说 你从我们的中门这里 学习到了这个妙法 然后呢再加上呢 我们的疫经里面 有很多呢相对待的 阴阳的相对待 你可以把它引进到你的中药来 让很多人吃得很平安健康喔 这是我想要做的事啊 是 所以你现在是怎么迈开你的第一步 现在我是先自己先修行好 然后可以再广结善言 是 嗯 跟我的一些客户啊 介绍啊 然后 大家看有没有眼 再进我们这中门这样子 对对对 非常的好 尤其就是说今天你来参加这义工 把这个中药店暂时呢 搁着嘛 那你就来参加这义工 我相信喔 就是说 你从来这里做义工以后啊 你又看到不同的东西 应该从今天你有学习到什么吗 当义工 在我们中门应该今天算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了 每次进来都是有每一种感觉都不一样 是 这不一样的感觉 你有没有觉得说 我们其实像兄弟姐妹一家人一样 对真的 真的 就像兄弟姐妹 大家都很团结很合作 然后做好每一件事情 是 其实如果引进到你的中药店里面来讲的话 来了这边要来取中药拿中药的人 你如果把他当作都是我们一家人 都是兄弟姐妹的话 用这一份关心来关心他们 我相信喔 诶 那是不一样耶 这还没进到场的时候 我们就是应该有这种心 现在这样子更应该有这种心来做 是 是 所以来做义工会辛苦吗 不会啊 很高兴很快乐 心很安 很安 对 尤其又听到师傅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有吸收吧 有 真的 可以 当面听到师傅在讲经真的是很幸福 是 是 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的师兄 今天当了这个义工已经充满了欢喜心 也祝福你啊 希望说下次我们有更多的这种 每一场的法会你都能够来参加义工好不好 谢谢 祝福你 感恩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为四年九九法会义工立仁天 大家都做到很欢喜心的 我们现在就听到这位大姐 我们的师姐她怎么说 师姐你好 阿弥陀佛 你好 阿弥陀佛 我是那个秀水道场十九届学院 我现在在张华十三班 在服务我做会计 我做会计 是喔 这是我初学 我感觉很欢喜 也很高欢喜心 来做这个工作 做会计会很辛苦吗 不会呢 因为 钱太好 定期就好 就没问题了 你这样说我知道了 师傅常跟我们开始说 做什么事情都要用心 对对对 你如果用心就不用烦恼 事情就会很自然 很 很 很顺就对了 很顺就对了 但是我请问你 你今天也是来做义工嘛 那做义工 我刚刚看了 我大家在这个 供菜 供果在收的时候 大家速度都吃快 对 因为你现在都 晚排得很好吃 就是说 几盘菜在上面 几盘在下面 几个桌子都摆得很有秩序 师兄师姐在碰很快 很方便 师姐我请问你 大家都做到这么 厉害和这么顺手 是不是说在我们到场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有 稍微跟你们讲说 要怎么做怎么做 应该没有 大家都发自内心的 我今天是和我们先生 就是我们十三班的班长 我们一起来的 是 我是夫妻同修 我觉得这样很好 比方说 一个修一个 在家里 感觉说 步骤没法一致 夫妻同修 我觉得这样 非常好 也有共同化 在一起 对 所以其实夫妻同修 这是师傅一直鼓励 最好夫妻来同修 不然有时候 老师如果说课 说比较晚的 或者是说 有一个解惑 大家很有兴趣同修 大概在讨论的时候 往回去 太太就吃飞出了 没有啦 应该是说 这么晚怎么还没回来 是会担心 会担心啦 就说干脆我跟你一起同修 共修 这样更方便 对 这样我也自己本身在成长 你也成长 大家一起成长 两个父亲一起成长 这样 比较如法 对 对 这样比较好 所以你们觉得说 进了中门 夫妻啊 现在越来越有话讲 尤其是做义工的时候呢 你如果说刚刚那个班长 我就记得有访问他啦 对 两个一定 再来做义工也做得很高兴 对 我们都会群成参加 只要老师有说 我们都会群成参加 来做义工 所以我们在农历三月二六的时候 我们的王三都做圣诞的时候 有哪有来做义工吗 有我们是来做交通指挥 哦 我们是 那个 因为那个袁胜老师是 那个河美道场的 河美道场就是负责指挥交通 我们都有来 是 那我们来的时候 那时候又下雨天 带斗粒穿雨衣 这样真的很棒 很好 现在想要带斗粒穿雨衣 还是很少咧 很少很少 因为刚好遇到下雨天 才有这个机会带斗粒穿雨衣 如果晴天的话 就要晒太阳了 是啊 是啊 我觉得它下雨的话 对我们来讲是更舒服的 时候 所以说做义工 也做出很多的心得 也做出很多的快乐 是以快乐心 欢喜新来的 也感恩 我们师父有这个地方 那我们可以 共同来修 这样 共同来修 让我们夫妻之间 增进很多的 感情上增进很多话题 那也比較不會完結啦 真的… 你如果說比較不會完結 這個一定吸引很多家庭 沒有 我跟妳講師傅說 夫妻要同修 要共同 不要有分別心 這樣大家一成長不是很好嗎 對 我都這樣說 師傅的智慧非常的好 家庭要圓滿就好了 其實錢是擺在身外 但是就是說家裡可以過得很圓滿 夫妻兩個很快樂 小孩子你聽話這非常OK了 對對 我們就笑就笑這樣而已 所以今天很高興我們洪文道師傅 這麼樣的跟大家談談她學修 雖然不久 但她心得非常的好 也歡迎就是說 藉由我們鬼四年九九法會 義工立人天的節目 也歡迎大家一起來學《易經》 謝謝妳 祝福妳 謝謝 感恩 感恩 阿彌陀佛 也是張元寶 university 也許對着歌 音樂的歌曲 也許如何有關於這地方 阿彌陀佛 幸福忠祉 非常靈禮 極靈之心 心頭的歌詞 視繁索 其善獄 五首人 天主有情中情花開 千千妙你做年代 天主對王主生命 月祖先天君為代 天主